哈喽大家好 David Ortiz是许多台湾球迷耳熟能详的球员之一 这位MLB传奇球星 征战棒球最高殿堂20个球技 最后在2016年后高挂球鞋 但他也留下许多经典时刻 让球迷永远忘不了他 到2002年 这时已经是Ortiz征战MLB的第6个球技 也是他在双城的最后一年 是的没错 拥有超强power的他 一直到了第6个球技 才轰出他职业生涯第一支在剑拳雷打 隔年Ortiz转战红袜后 一开季 让波士顿的球迷等了14场比赛 终于敲出他在红袜的首发Homerang 那一年他夯了31发拳雷打 是让他往后成为巨炮的关键年 接下来2004年 是他人生中光辉璀璨的其中一年 那年在满场的红袜球迷面前 打出他生涯的第一百轰 到了10月 他更是带领红袜在美联冠军赛 完成MLB史上不可思议的大逆转 面对阳机队 在0比3的绝境下 第4场 红出在剑轰 将红袜队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第5战 又急出再剑安打将战线延长 来到第7战 Ortis第一局就轰出2分全雷打 帮助红袜送进世界大赛 最后红袜队横扫红雀 打破贝比鲁斯魔咒 拿下颇为86年的世界大赛冠军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也有许多大投手 曾经遭受他的炮击 管你绰号是神之子还是超级赛亚人 都躲不过Ortis的球棒 田中将大旅美第一年 就曾被他以一支482英尺的超大号全雷打 震撼教育了一下 再来就是打破打比修友 差点完成生涯第一次的无安打比赛 那一次也是打比修友 距离磁力程碑最接近的一次 至今打比修友都还未能完成无安打比赛 可想而知 当时站在投手球上的打比修友 有多懊恼了吧 影片最后 当然还是要来重问一下 经典中的经典 暴打休息室电话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